身兼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的金正恩被授予元帅称号 成为军队最高统帅 也令金正恩全面掌握了朝鲜的军政大权 朝中社和朝鲜国营电视台于当地时间中午12时发表重大新闻 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、党中央军事委员会、国防委员会 以及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做出有关决定 朝鲜传媒发布这类重大新闻 是自前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七个月多来的首次 韩国总统李明博召开外交和安全长官会议 讨论朝鲜内部权力结构变化和军事动向 劳动党日前以健康为由 解除了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的一切职务 并于数日提升选永哲为次帅 有分析认为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 均被授予为元帅 金正恩上任之后被封元帅属于正常待遇 不过在人民军队出现高层人事变动之际发布消息 除了是避免军心涣散 也显示金正恩试图加强对人民军的领导 朝鲜军衔中元帅分为三级 有大元帅、元帅和次帅 金日成在世时被拥戴为大元帅 而金正日则是在去世后被追封等 人民军有120万兵力 绝大部分为陆军、海军、空军兵力薄弱